昨天在銅鑼灣授襲的律師陳子千仍然留遠 立法會法律界議員梁美芬批評私了是野蠻行為 郭榮鏗亦為問事主 同時對律師會立刻出聲明譴責表示震驚 表示痛心 無論是甚麼人都不應該 因為他們可能表達了自己的意見 就被人這樣襲擊 去到重傷 當然我對於我一個同行受到這樣的襲擊 大家在片段都能夠完全看到他是多麼無助 我認為這是一些野蠻的行為 我覺得是不應該在香港發生 希望他盡快可以康復 亦都是治愈慰問 但是就律師會立刻跳出來 就去出聲明譴責 我感到非常震驚 過去有很多律師 盲的都有 盲的律師被警方公然去侮辱 律師會有沒有出聲 陳子千昨天下午在禮頓道被多人圍著追打 頭部流血 跑到南華會報警 警方說陳子千見到有人倒路之後 和大約10個20至40歲的男人爭執 帶到墨附近有被刺傷 據了解陳子千的頭頸和身體都有傷 檢查官腦部未發現有瘀血 按摩 他會等於是封面的 他會被刺傷 封面的封面 他會被刺傷 功能